大家好,我是猫林,我们家里面有很多遥控器 不管是空调遥控器,机灵盒遥控器,还是咱们的电视遥控器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咱们的遥控器到底是电池没有了,还是遥控器坏掉了 每次都会发现按键失灵,那么咱们到底该怎么去辨别我们的遥控器到底坏没有 今天猫林教大家,我们只用打开手机的一个功能就能轻松了解到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家里面的遥控器是很多的 像这个就是电视遥控器,以及机灵盒遥控器,还有咱们的空调遥控器 但是很多遥控器我们不知道到底是遥控器坏了,还是没有电 有的人就是直接按它的按键 当然了,像这种有显示屏的我们是看得出来的 但是你怎么确定这个遥控器坏没坏掉呢 另外一个像咱们的机灵盒遥控器 它这上面的灯到底亮不亮也看不出来,通过肉眼是无法辨别的 那像这个同样也是,根本就辨别不出 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红外气发射线的一个信号管 我们每当在按它的时候,如果你的遥控器是好的 它能够让电视亮起来,那肯定是它里面发射了信号 但是你现在通过肉眼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那接下来我要用到的这个方法是可以用肉眼来辨别的 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工具 方法很简单,拿出你的手机 大家看一下,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放到我们的手机下方呢,再来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通过手机呢,就能立马看出它里面是否发射出了信号 这下的另外两个呢,我们再来试一下 那像这个呢,同样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像这个有显示屏的 即便是我们按它的显示屏,发现它有电 但是也不能保准它是好的呀 但是我们放到手机下面,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信号发出 可以看到它里面呢,也是有一个红光的 证明了这个遥控板是好的 但是呢,用此方法也是有局限的 比如说呢,像我们的无线蓝压的这种遥控板呢 用此方法是检测不出来的 另外咱们在选手机的时候呢 最好是选这种国产的手机 在国产手机的镜头之下 它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红外线信号的 但是我们如果用苹果手机来看呢 就像我们肉眼看的时候是一样的 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大家在挑选手机的时候呢 最好还是用我们的国产机 如何判断家里面的遥控器是没有电了还是坏掉了 今天猫铃给大家分享的好方法 您学到了吗 这个方法呀非常的实用 特别是可以分享给家里面的老年朋友 让他们也学到 我是猫铃 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喵招 欢迎在朋友们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